Hello,Anson Lo,又見到你了 連續兩天見到粉絲,連炒了三十多個小時 今天有沒有好好休息? 有,昨天完結了自己品牌的活動之後 我回家休息了幾個小時 但之後呢 知道 好,OK 活動完之後 回家休息了幾個小時 之後我帶我出去 我去了開會 因為要準備新歌 有很多後期的東西要跟 所以 又要想下一個自己品牌的Launch 設計所有的東西 但也有休息 我知道你腰部未好回來 那些人都沒有膽固 你有沒有想過什麼去跟治? 其實 我看過很多醫師的 醫師都說不能很快地跟治 因為這件事是以年計的 所以我現在都一直去做物理治療 但是 跟很多東西有關 因為可能跟飲食有關 或睡得不夠 睡肢 可能是從小時候三歲開始的睡肢 去到現在都有點壞習慣 所以是要慢慢去調節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不可以預期太快康復 現在都是可能跳舞多 可能就會痛一點 還有你的品牌 還有你的品牌 幾分鐘已經賣完 還有炒到八千元 你有沒有想過會加量 出多一點 還有未來有想到出什麼生意呢? 如果你說 Chapter 1 我就應該不會再加量 不會再出同一款 但是給多些貨 但是很快就會有 Chapter 1的限量 還有未來會再有 Chapter 2的 很快 所以大家期待下一個 Chapter 我知道很多人 Chapter 1買不到 很失望很傷心 我都很不想見到大家這樣 但是始終真的不能做無限量的貨給大家 所以每一個 Chapter 1都會來的 大家 等下一次我一定有機會買到 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新歌 你是關於什麼的? 還有聽說你想繼續拍劇 拍戲嗎? 可以跟我們再一次嗎? 接下來新歌會在二月未出 上日上有跳唱快歌 其實都很久沒有出跳唱歌 上一次出已經是 上年年中之前 King Kong 所以隔了我想九個月 九個月沒有出跳唱歌 自己就很興奮 我好像很久沒有在鏡頭面前拍MV跳舞 這首歌是一首輕鬆脆怪 開心 Funny 的一首歌 但其中的道理 又是我這一兩年學識的一個道理 是一個價值觀 也是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守住一個道理 不要透露太多 但我覺得它是一首很有意思的跳唱歌 Nanson有沒有留意到最近《造星5》 知道有《造星5》 但是我沒有太大的留意 有空間我會看 你會說有參觀者貌似你和你有些狀樣 是嗎? 譬如Dee有狀樣 又和肥仔有狀樣 和一九三有狀樣 就是整個《 error》 是哪個方法 嘩 這麼搞笑 狀樣都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挺好 我不知道 糟了 撞樣 撞樣是否好 是否好事 你會以師兄的心態 或者參與一下 我暫時沒有收到通告 說我會參與《造星5》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這個資格 做師兄或者做導師 你是師兄嗎? 我是師兄 但是我沒有資格做導師 或者去指導他們 因為我其實都 對比其他人 我都連資很淺 其實都是四年 我覺得 再過多幾年 可以分享一下嗎?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要見到面才行 不是見到面 聊聊聊聊聊 聊聊聊 我經歷過什麼都可以 OK的 會有機會拍中藝節目嗎? 我暫時沒有收到通告 有中藝節目 但是 未來會 可能在電影方面 會比較頻密一點 就開始 開拍電影 有機會又要離開香港 但是 不會離開得很長時間 即是很快都會回來 可以透露一下電影角色 會是什麼類型嗎? 電影角色是不可以透露的 因為有合約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 但我又不想這樣 就這樣結束了 它是一個 比較 開心 對不起 我不說了 不要再透露 不要再逼我 不要再透露 外國 外國 我暫時沒有收到通告去外國 外地工作 去第二個國家工作 對 就是去第二個國家工作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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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暫時沒有收到通告 我暫時沒有收到通告 我會跟他合作 但是 我跟他個人的 solo stage 一定會有 但其實都還有少許時間 所以我不會 我不會打消這個 一起合作的機會 但暫時就不會住 你呢 你現在有你個人的服裝品牌 你自己很喜歡 fashion 會不會都很想像Eden 在國外出席一些 fashion show 絕對想 如果 是榮幸 但我也很替Eden 他開心 因為我記得第一次 他跟我說他有都是 fashion show 我們全部都 嘩 真 還有因為可以去Paris 我自己也沒有試過去Paris 所以我都很想預工作於娛樂 本身自己都很喜歡 fashion 但內河可能 之前的檔期比較密 所以 可能如果遲些有機會去的話 我當然想去 我真的很想去 一個小目標 一個小目標 因為 fashion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Fashion Week 一定是大家 可能夢美以求的事情 Mac Geller 其他很多事情 如果一個喜歡 fashion 的人一定會很想 參與這些 活動 純粹去感受一下 驗魚 完全沒有想過這個 topic 如果你們真的想要驗魚 應該不需要特意去到某個地方 都要有的 但我沒有期待過這件事 我純粹很想去Paris 感受一下這個 大家說Paris 呼吸一口空氣都很浪漫 我自己就很想感受一下這個氛圍 你會去外國拍MV嗎 外國拍MV 接下來沒有這個通告 去外國拍MV 但是我自己當然想 其實我 由出道到現在都很想去英國 拍攝一個很冷靜 很有英倫風 然後可能拍到一些歷史文物的 不只是英國的 即是一些比較歷史性的 背景 即是Virtual Back 後面的背景 那些 所以都很想去英國拍攝 我沒有期待是否十二子一起出席 因為姜濤都還在休息 但是他好很多 而且因為有很多臨時變數 所以我覺得不是我來去Paris 大家究竟每十二個在一起 但我當然希望可以 因為我想大家觀眾都很久沒有見過 我們十二個在一起 就算不是表演 純粹站在台上見一下大家 露一下面 我覺得大家都會很想見到 希望可以 他好很多 但是 我覺得身體 真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 一個人的身體健康 是重要過 究竟可不可以十二個人在一起 所以 一定要等他好回來 就是肯定他好回來 或者任何人沒有病 沒有痛才可以上台出席 見到大家 你講究竟是否說 四月一日有沒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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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收到 四月一日 艝 謝謝 啊 暫時沒有這個通行 對 暫時沒有說我知道要出席 暫時沒有被邀請 Höv 應該不會 我覺得很榮幸 因為一開始聽到這個project的時候 要翻唱那個歌 我覺得我竟然有份可以唱 而且我覺得翻唱別人的作品 永遠都是很有挑戰性 因為很難會唱到原唱的味道 或者很難大家會覺得好聽的原唱 所以我一開始都不是有目標 是說要好聽的原唱 反而我覺得如果加到自己的特別之處 其實對我來說已經是優惠了 所以和徐浩這次錄《偷情》這首歌的時候 都錄了很久 確定要給大家聽一些特別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在車內 其實用了幾天時間去聽哥哥很多不同的歌 但是《偷情》是最吸引我的 我覺得他有一種很神秘浪漫的氛圍 而在我自己Anson Lo的歌 list裡面是沒有的 所以我一聽到就覺得 如果我可以有機會唱到這種vibe的歌 我覺得會很開心 而且我舞台 如果有機會可以表演到這首歌 我覺得舞台方面應該會不同 比平時只用兩零包齋一樣簡單 那麼簡單 那幾個時候 你之前有提過網上的傳遺 就是關於你和以前在Live 表演 那些網上說二虎換咒的表演 幾天前我花車有傳過新聞給我看 但是那個截圖是假的 所以我覺得很搞笑 但是我明白其實自己也有很多地方要進步 所以我會繼續努力 因為這些事情是不能反駁 或者不能去和大家說不是 因為在唱歌方面 真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在Live 方面 但是繼續加油 因為都不會 因為都四年了 其實不會因為少少給大家說 就會立刻很不開心 反而其實是要自己 努力都要裝備自己 所以其實最近 我都抽了很多時間 去繼續學唱歌 寧願休息一點 辛苦 辛苦